最后一名在月球表面漫步的美国宇航员尤金·塞尔兰在星期一逝世,享年82岁 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,美国要在60年代结束前派人登陆月球 塞尔兰在当时担任美国海军军官和其他13名宇航员被太空总处选中参与登月任务 塞尔兰在1969年5月乘坐阿波罗10号太空船执行是非任务 两个月后,另一艘太空船阿波罗11号历史性降落月球 在三年后的1972年12月,塞尔兰担任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 执行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降落月球的任务 塞尔兰在1976年从美国海军和太空总柱退役 并且为美国的电视新闻评述太空穿梭机在早期的飞行任务 我出来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